Delta在这边车展上面也展现它们的一个企图型 有一台Raffle进来了 Raffle 我们叫R-I-V-4 Raffle 诶 怎么不是邢安主编印证果啊 喂 刮编不好吗 当然好当然好 我们刮编也是非常帅的 不好意思开玩笑的 大家好 我是一手车讯志翰 诶大家好我是一手车讯刮编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把我们的刮编 从办公室拉出来试驾 我们这款全新四代的R-I-V-4 R-I-V-4 不要啦 其实最主要是我今天一定要特别出来看 那这台车的原因是 它在上市之前呢 我就快被我朋友烦死 一天到晚就会我们说 它空间大不大 它配备好不好 它开起来怎么样 我觉得我真的要亲自来看一下 我才有办法去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 当然啦我的立场是说 因为这部车真的太重要了 而且它真的是在市场上卖的太好了 所以呢 这么超重量你的神车呢 我就要请我们刮编 这位专业汽车编辑 出来一起来陪我试驾 来感受一下这部 全新四代R-I-V-4一些进化之处 那这次所导入的车款 包含三款动力六款车型 包含2.0 2.5的汽油 还有2.5的Hybrid 那整个各车型的售价 请看这边 那至于呢 我觉得这次啊 它从94万点多到124.9万 包含顶级的 这比上一代啊 顶级的便宜了14万块 光这个啊 我就觉得 看了就很 P-Modi就很爽 那不对啊 那2.0跟之前的售价比较是便宜还是贵 是稍微便宜一点点 但我刚才有强调 2.5Hybrid 顶规啊 它上一代是139万 那现在124.9 所以说很快 也就是说其实真正觉得最超值的 应该是2.5Hybrid 的车款 没错 那我们今天在这干嘛 回家啦 走啦 不要这样子嘛 诶 这颗2.0引擎是现在目前贩售的主力啊 所以现在目前卖的最好应该是这个等级 可是听说它马力是增加还蛮多的啊 是增加20几匹啊 因为它采用全新的2.0那个Dynamic Force 这颗全新的NA引擎 表现还不赖 诶 那待会我还真的要来试试 当然当然啦 你刮鞭到底多少 当然啦 以一个男性的角度来看啊 我是非常喜欢这车的 你也一直说我不是男性 当然 当然你算 你算是 没有 什么我算我是啊 我跟你讲 这个车啊非常对男人的味道 嗯 怎么说 因为SUV本来就应该要这种粗犷 强悍霸气的样子 嗯 你知道吗 你觉得哪里霸气 当然你看这个水洋物罩这么大 霸气 大型的 然后这么熊啾啾气昂昂的这种 然后一丁头灯 嗯 包含它整个线条啊 肌肉感啊 板件的肌力感啊 嗯 塑造的相当好 而且不只这样 它整个 里面内涵一些细节的处理啊 嗯 这种质感啊 也营造的相当好 好啊 那你这么爱的话 你换车了啊 当然啊 有点考虑啊 但是我可能会选2.5 Hybrid 哦 那我们继续谈 因为当然是一定充顶的啊 钱不是问题啦 好 诶 志涵 蛤 诶 你说钱不是问题哦 那先来画画吧 诶 诶 那我先打电话给我老婆一下 嘿嘿嘿 好 没讲 开玩笑啦 哈哈哈 这个我们看完车筒 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车尾 好 那你觉得车尾你有什么感想呢 其实它虽然整个车尾看起来的视觉感受跟过往是差很多 可是其实它最重要的 它还是把过往的一些元素保留下来 其实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这个尾灯的部分 为什么呢 嗯 它是整个尖线延伸到整个尾灯整个凸起来的 可是在这一代呢 它虽然没有这个尖线了 可是它这个尾灯还是要做那个整个立体突出的一个感觉 其实它还是可以把过往的一些元素给保留在这里 可是说实话啦 我自己还是会比较喜欢上一代的车灯 上一代比较细长一点点 对 比较温柔稳 优雅一点 好啦 优雅也行 OK OK 因为最主要是上一代我个人啦 就纯粹我个人觉得说上一代的车灯 它在亮起来这个电视度比较高 因为它是整个两个线 LED红灯 对 是两条线的一个感觉 感觉辨识度比较高 但是这一次呢 其实它这样改其实也不错 它算是一个比较有整体感的一个感受 那你觉得呢 诶 果然是教育训练师啊 讲得头头是道 要把我的饭碗都抢去了 不过说真的啦 其实这样的线条或许对男性的消费者是比较感兴趣 但是对于女性消费者 他是不是可以接受这么的 洋当当硬派 那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有待市场的考验 没错 那我们待会就直接进去看看咯 OK 走吧 走 好啦 我们刚才看外型 我觉得很对我味道 我觉得OK好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内装的设计 好吧 先让你讲 先让我讲 先来 我觉得这个内装设计上 其实它很巧妙的用平行线 哦 就是这个啊 对 大提示 用的 它这边有很多大 就是这边平行线 然后再加上大面积的这个体质包覆了 其实它倒是很成功去营造出一个 有横向视觉放大的一个效果 尤其你做驾驶座应应该会更显得 对 而且再补充 它这个前掌玻璃 往下降是带来舒逆的 然后让你整个前方视野更好 后来这个后视镜胎往下 往旁边自家这个三角窗里 让你整个前方的视野空间感更好 也就是说它让整个视角跟视野会做得更好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一点的话等于是跟上一代比起来 是它所有一些进化的部分 当然进化的部分我觉得 你比较让我感到满意的是说 它这是用料质感 它前面这些 控台是用软塑胶 它是真皮包裹 对吧 人士版的真皮包裹 嗯 我觉得整个质感营造比上一代好 好蛮多的 其实我比较喜欢这个 哦 这个这个 这个玄鸟的这个橡皮 它这个有特别的算是一个说明 他就说这个就是因为为了要 呼应很多人开车会戴手套 那所以说它专门 就是特别把它设计成橡胶材质 开车为什么要戴手套 我这个就是问一些那些 我又不上赛道 我干嘛戴手套 有一些买菜贵妇啊 他可能开车就喜欢看 他专门用这种塑胶的材料 让它整个算是那种触控感回馈啊 就跟一般我们没有戴手套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出了触感 最主要它的整个质感是有这样的 而且它说它是非环保材质 所以它不会未来会黏黏的 不会 对 会破手 这是它特别强调的 因为我最怕黏黏的那种感觉 对啊 好像橡皮鑫很久了就会黏的 感觉这个质感就是超好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现在大萤幕 9吋的 现在没有萤幕搭 它是都会被酸米酸啊 对不对 是 对啊 我觉得它这一台 这个很重要 虽然这是跟国内配件商所开发出来的 当然它这套系统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它是跟算是中华电视同行 可能是有内建那种网络 要不然你的4G或Wi-Fi都给你理解 然后它还有一些些功能 比如说 你看哦 现在打好你之外 它这个有算是一个智联网的功能 就现在非常流行 没有智联网的感觉 好像有点落伍 这种三星时代 它有几个指向功能 就包含就是说 它可以帮你寻找最佳的路径 然后让你知道哪边塞车不塞车 然后让你去规划最佳的路径 然后包含这个停车 你开车出去一定要哪边有停车的 所以它的停车功能还蛮强的 还可以去筛选出 你需要确立多少钱的 就是说你要是都督房或是台湾联通 你都会做设立 哦 它等于就说哪边有停车位 然后哪边剩多少格的停车位 然后它的价位怎么算 当然还有其他功能就是说 它还有一个爱车守护 就是说你跟它的APP 下载它的APP之后 然后整个会联动 然后你车辆被移动 或是车辆被侵入 或是被拖掉什么 它都会发一个决讯 来让你知道是说 是不是你车主本能在移动 或者是在开车 然后甚至说 把你车主被移动到哪一边 把电位在哪边 卫星订队在哪边 你就知道说你车子 可能被拖到哪边 或是被移到哪边去 甚至说它还有一件就 你就是说现在 真的你不小心发生碰撞之后 然后它可能就会马上 你只要救援键按下去 马上就会给你打电话来关系你 等等这些服务 都会帮你做到 嗯 那这个还蛮贴心的 所以简单说它看起来其实 虽然按钮很少 但是其实它的配备 都还算是在水准之上 对啊 没错 包含这些 它现在有配全车系的 VSS 它是中安防目系的 包含它有HC 燈车 PCS 前方防撞警示 然后车道电影警示 还有那种所谓眼光灯灯 眼光静灯那种切换 这种主动切换这种 这套系统 TSS 然后还有全车系都漆进去 那当然基本的 VS C TRC 那些一定都有 嗯嗯嗯 所以这样一个价格 全车系标配这样的 我觉得是相当的划算 不过其实你刚说它配备 很好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 美中不足的地方 诶 哪里 你觉得哪边美中 没有啊 我觉得在下面这一块呢 其实在中控台下面 排档座前方这一块 其实它设计给手机专用 你可以放手机啦 或是说你可以插USB啦 充电等等 嗯 可是现在时下的 无线充电盘 它好笑就没有了 它有 Hybrid 顶级的就有 所以2.0没有 2.0没有 而且 Hybrid 顶级的 就是算是旗舰 而且四转不低的车 才有 它才有那个 Qi 那个无线充电座 那一般的其他的车型 有车型东西 嗯嗯嗯 所以说你只要顶级 就有这样的配备 所以啊 你还是买2.5 还不会啊 当然一定啊 钱不是问你 我会在那边讲过吗 真是 不过我觉得整个整体来看啊 我觉得现在整个简洁的设计啊 包含里面整个操作界面啊 非常非常旧手变 嗯 这是一定要的 虽然我是比较千毛求失一点 很贵嘛 但是还有一些 它那个车道偏移警示啊 它是蛮明明的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回归工作 但是当你试过其他车 它可以车道导正 嗯它能帮你车子固定在中间车道吗 不会让你偏来偏去 我觉得这是更LV2的本级 应该是应该朝这方面 既然它已经给你了 我觉得是要整套给你 嗯 我觉得这样车会更有诚意 嗯最近那套 某牌那套系统你影响很深了 哇试过真的还真的还不赖了 而且真的是啊算了 不讲 这不是今天的话题 对对对 哈哈走我们开套座 开套座 开套座 走走走 啊来到后座 哦哦哦哦 这个 诶等一下我先讲我先讲 刚才你先讲 哦 我觉得这一次新RAV4的后座空间 应该会成为它的最大卖点 我同意 怎么说呢 因为上一代已经够宽大了 嗯 你看这一代在轴距拉扎 大概3公分 轴距拉扎30米 诶你看西部空间两个半圈子 诶可是其实上一代本来就不小了 很大 啊 你看哦 尤其头部你看哦 哇两个拳头诶 两个多哦 真的还不小 一般SUV大概有一个拳头就已经相当 相当高大 诶这还你多高 我175 哦 你有175 有 哦好 不然我们等一下请那个有180的 再来做看看 讲重点 诶真的啊 诶这个 头部空间真的超超超寬敞的 然后整个椅背啊 它这个椅背啊 可以调吗 可以可以 有两 虽然只有两段式 但是现在是最后 对 哦 虽然一点点啦 但是把它调到最后比较好做一点 其实我觉得第一段有错 对第一段有错 因为它够宽够大 嗯 而且它整个车宽有拉大概10 10米一公分啦 嗯 中间它坐一个冷冷也OK啦 还有它后座出风口啊 就是最最基本配备 这个现在都是基本配备 没错啊 嗯 好 换你 哇 其实我觉得它让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 它的整个空间的明亮度是非常好的 不管是玻璃或是整个透光彩光等等 都让你觉得是很无涯的 很舒适的 跟你讲这个东西对小家庭真的很重要 让小朋友可以在后面 或是让爸妈坐在后面 可以舒服的睡觉 多好啊 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试试看啦 诶 等一下 我们还有后座行李箱 除了诶 行李箱还没讲到 空间行李箱也很好 对啦 走我们去看一下 好好好 走走走走 诶 丁哥哥啊 诶 刚才后座空间满意吧 还不赖 可以 让我们来看看它的行李箱空间表现 一定会令你非常满意的 真的吗 对你看啊 诶 电动尾门 嗯 嗯 嗯 来 还蛮方正的啊 很方正又深 我觉得它这个避震塔的空间挺不大 对啊 而且深度够深 嗯 原厂的标准容量是580公升 580公升 嗯 不小 很大 然后后座放倒之后啊 到了1976公升 好那可以放几句保护球间 它这样标准下的4句 4句诶 很多诶 而且它真的潜倒之后啊 它这个1976啊等于 几乎是同期剧里面最宽大 所以深度最长 真的不小 对啊 还有一些小巧思 你看哦 我们志涵表演了 你看 登登登登 它还可以往下一层 因为很多SUV都有 对啊 然后至少一些比较高度 还有没有别的 别的 还有你看哦 这个本来是地毯面的 你放一些比较利的东西啊 怕被刮到啊 还可以放这个 还有一个防刮材 诶 这个好 诶 我觉得这个适用 诶 这个怎么就适用 诶 接过来 这个东西使用哦 因为其实有时候 我们行李箱常常会放一些 比较硬的东西啦 对啦 没错 那就很容易刮啊 要不然就是把这些面就刮了一条一条的 这个很难看 没错啊 我觉得这个比较特别 很有巧思哦 那接下来 它真正的动力跟操控表现 到底是如何呢 好吧 好吧 我带刮边 你去试开一下吧 好 那走吧 走吧 诶 志涵 嗨 我刚刚这样上路开一下 没有 其实它跟上一代 真的是还有一些差别 当然啦 动力差蛮多的啦 其实让我觉得 对感受最深的 反而第一个不是动力 哦 我反而觉得 它车身钢琴变好 捲吊的反应变了 而且整个转向反应也变比较准 变精准而且比较明快对不对 对 嗯 至于你讲到动力 它让我 老实说啦 刚刚这个2.0的引擎 你要它有那种飞天的表现 那真的是很难 但是 它起步的表现 倒是让我觉得是OK的 尤其是它的反应直接 是有点不太像CVT 为什么 因为啊 首先我跟你讲一下 这颗2.0深自然进气 就是Dynamic Imports 它的全新事态引擎 嗯 它整个动力啊 173匹 然后20.7公斤 它比上一代 动力大了蛮多 尤其是马力大了 大概20几匹 当然这里最直接 反映在于整个 整个加速的感受啊 那你刚才讲的说 为什么起步加速的感受 比较特别的明快 嗯 不太像CVT 起步的时候 因为它还是用 之前的 AURICE那一套系统 叫Launch Gear 就是说它前面在低速的 低转速的时候 是由齿轮来带动 哦 所以它会比较直接 更直接 更明快一点 所以反应在你 在起步踩油门的时候 会比较轻快 嗯 让你 感觉更顺畅的出去 嗯 然后再 算是中高转速 才会由 再回钢带去驱动 哦 所以它会比较绵密 比较线性一点 它整个动力的特性是这样的 我难怪的觉得说 好像低转起步的时候 就觉得说 诶 它整个反应是还OK的 没错啊 但其实我那天开Hybrid 当然比这个2.0 Hybrid是用2.5 去搭配动力马达去做驱动 嗯 整个动力它220几B 还有218B 对 是 所以比这个还大了许多 所以开起来说真的 整个加速性感就是比较爽一点 嗯 但不能说这个2.0不够用 但我觉得它整个算是 整体表现就顺畅 就是让你开起来不会觉得 不管是市区代步啦 或是你真的想要在山路啊 操车拉配一下 我觉得还是蛮够用的 嗯 不会说啊真的很软角啊 加上它这个TNG的底盘啊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的 整个刚性变好了 而且它的重心会更低 嗯 像我刚刚过这两个大弯有没有 它整个 车头的指向性跟方向盘的那个稳定度 我觉得比上一代精进很多 诶真的 我那天开Hybrid 就是去那个算是北宜 小标了一下 真的很计价了一下 觉得诶 想不到Rubble还可以这样子 诶让我这样标的蛮爽的这样 嗯嗯嗯嗯 其实 呃上一代真的开起来会有点晃 嗯 而且进入性没有像现在这么好 嗯嗯嗯 那在TNG的底盘 它整个调教之下我觉得它刚性变好了 整个稳定性变好了 而且尤其你知道在那个过弯啊 延续那弯道啊 你过第二个弯是还好 但过第二个弯我觉得就是 可能就是悬吊支撑性不够就会 软角硬 但是 这一代的不会 嗯嗯 它反而还是支撑座性很够 把你稳稳称住 嗯嗯 让你可以用更快的速度 让他进出弯道 嗯嗯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不同 跟上一代的不同 嗯嗯 那当然出了 这种驾驭性变好了 但是它的整个舒适性 并没有妥协 也不会牺牲到哪裡 我觉得 它整个乘坐的感受啊 包括它的路感 还有它整个震动的回馄 跟意志啊 都表现相当好 嗯嗯 我刚刚其实我稍微拉了一下转速 稍微taste一下 的確它轉速拉高了以後 它的動力反應直接就比較平順 沒錯 它只能用平順來顯示 畢竟它是2.0NA 如果你真的需要再熱血一點 那就選2.5那個汽油引擎 不過是這樣的 2.0NA又要拖1600公斤的車身 其實你實在是不能太苛求它 當然就是夠用 我覺得是很夠用 但不會讓你覺得力不從心 也是不會有這種現象發生的 但是你說它開起來 會讓你覺得笨重嗎 其實也不會 尤其它的低轉起步 跟整個譬如在市區 這樣停停走走的反應上來說 我覺得是符合一般人的用車需求 當然這是可能 Toyota的造車哲學 就是符合絕大部分消費者的用車需求 因為它那個部分的扭力 不管是扭力的設計上 或是說你剛剛提到的是 整個用齒輪去帶動的這個設計上 我覺得它所呈現出來的動力反應呢 除了說扭力的表現 跟整個動力輸出的精緻度 其實都是符合 這個極具買家消費者的一個需求 對啊 我覺得其實整體的評價 對整個人它的操控 還有它的整個動力表現 我是還蠻給予高肯定的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 在整個動力整個表現來說 有點像是一個好爸爸專屬車 好爸爸在講我嗎 哈哈哈 你不是好爸爸 我是 好爸爸 好先生 真的 你是 你是 你那個 哎 開起來不錯吧 有沒有想要訂一台啊 還蠻均衡的 心動吧 訂單趕快 我幫你訂啊 OK 我真的蠻想的 2.5 Hybrid訂單在這裡 真的 我跟你說真的 因為我覺得 它以它的整體這種均衡性表現 搭配它這麼具殺傷力的價格 確實蠻心動的 尤其我覺得它整個車是後座空間 相當寬敞 因為我是開房車 你知道嗎 我兩個小朋友這麼大的 每天在那邊靠 不是 每天 笑笑音 每天都說後座多小多小 那如果買這個車 它絕對是這樣子 閉口 對不對 其實對我來說呢 其實我印象最深刻 反而是它的操控 跟它的動力 因為動力 應該這樣講 它不是一個讓你覺得說 會熱血沸桶的一個動力 但是你對於許多好爸爸來說 對一個家庭 這說我嗎 是 哈哈哈 你例外啦 對於一個家庭 用車來說 其實這樣的均衡 然後輸出平穩的動力 其實反而很符合一個家庭的需求 第二個它的操控來說 第一個它的剛性變好了 對沒錯 第二個它的方向盤的準確的 轉向反應 對變好了 然後再加上它的整個開起來的 行路的質感 也比以前好 還有一個 我們剛剛一直都沒有講的 我有發現到 它的行車使它的隔音也變好 對 整個車上隔音的競速性 那比上一代好很多 對 基於這幾點 我覺得說它當 它當做一台家庭用的SUV 是非常符合 而且是適合許多 人日常的需求的 這是我對它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OK啊 OK啊 那就我們兩個一人定一台了 好啦 那如果說喜歡我們的 不理我耶 你說它嗎 對 有沒有入鏡啊 沒關係 好啦 那我們今天試駕就到此結束了 那阿廷還沒有要講的啊 補充的 沒有我想要補充的就是說 如果說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到我們的 一手車訊跟Option的YouTube頻道 要不然就去我們的粉絲團 隨時留意 我們都會有我們的精彩影片 跟我們精彩的文章的播出哦 對啊 謝謝啦 那今天感謝林哲哥啦 來 看這裡 謝謝